我没带闪会有点吃亏 就是可能击倒会比较慢一些 你踹不一定能踹得舒服 往常带两个花钱为一 其实就为了拿花钱为一拖时间 这个熟练度 这是最快的从一号到四号了 是 我直接回速 我还要求穿着那边反应是非常的快 你是不是把他可以先踩 对 这里是有机会能架住 敢翻吗 看到红光一点都不犹豫 直接就翻回去了 这里是有机会 能拿到一刀火球直接封落 但还是有机会的 是的 而且你火球都已经焦掉了 反而是还吃到了这一刀 现在你闪现好了 还好二十多秒 感觉可能不太好去拖时间了 对 如果闪现好了 应该就差不多了 手里现在只剩有白球 白球的话要进大房了 白球可能被障碍物打了 一上 大恐惧震慑了 如果说是没有被这个障碍物挡一下 那这个窗户肯定是能进的 对 可能他觉得身份有点不太够了 现在先交球去赶一波距离 但是这波没有调整好 所以上来一分多钟闪现没吃是有点难受了 虽然说这个阵容确实修得比较快 现在也三台六师左右 对了三刀的存在感 三刀存在感 并且还导个地下室 大幅过来救的话 都有可能是双倒 对 而且你不吃闪的话 那你一会过来 那个人不就要吃闪了吗 对啊 阿洛夫现在就可以直接出去找人了呀 对 地下室上来本来就比较少一个 有第二波亲自的机会 你还有个闪现在后头呢 没错 看能不能找到救人位 以及就是说是出于干涨 其实也行的 你大幅过来救也无所谓 因为地下室的好处嘛 你只要回溯了 他还能正好拦住你这个人出来 不过这个打法的话 就不打算卡半了 看一下压满要不要来开一部圈 对 说这一局要是带个十场的话 冲场就一串过 我的天哪 来了 可就太舒服了 别大幅过来救 别打预判 打到了 这已经打到了 可是大幅不敢出来呀 还是只能是在地下室待着 哎 大幅敢出来 敢出去预判一下大幅的位置吗 感觉是可以试一下 还是选择去找UGG了 主要这个闪现 他一直吃不出来的话 就会导致你后面 有人要替你吃这个闪现 没错 这闪现压力大 杀大幅也行 或者说到时候抓木偶 其实也可以 现在最好 其实别抓木偶 就抓魔术跟这个大幅 嗯 主要这两个人其实最好 对木偶的话 其实就有点像 让你硬拖时间了 反正没必要 你抓木偶的话 就一分钟起 金马基现在是修了四台 有两台都是进一半了 找魔术 魔术就在脸上 但是没能找到 还在藏 已经蹲进了大房了 那这个位置 不太适合再找了 再找的话 外面密码鞋会丢的很多 但是还是想去尽量排一下 可是也始终是没有 往左边去排 紫苏里的那个方向 找不到了 这个位置甚至已经是 逛了接近一分钟了 对 其实他们现在剩的鞋 不是很多 三个半台 对于这几个角色来说 是有一个可以去牵制 拖出来的节奏的 到头还是找到了个墨尔石 墨尔石 这可是带了回光返照的呀 找他现在其实是 求人者最能接受的 对 不过他其实 我还选择直接切了 直接切过去找一下大副 传送 传送也是用了 大副现在必须要倒走 不能倒遗产 位置能蒙出来吗 其实很接近 他排的一个方向 真的很接近 很接近了 每一刀都很接近 就是割据他刀 会稍微短一点点 差一个身位 这一个身位 再能弥补上的话 这刀绝对能打 预盘方向都是没错的 对 这波排的时间已经到了 哎呦呦 也甚至一番 没能打到 密码机就差 最后两个半台了 对 有机会能拖的 可能还是要起一波 上挂节奏 哎 这刀又空了 还能再拖 挂的椅子也远 这个人 要不考虑让莫来救 莫来救好像是最好的 不能让魔术师来 否则到时候离着门 离得实在太远 不实的 写着密码器的话 现在已经压好了 没错 堵住位置 直接往旁边绕 哎 直接翻窗吗 你翻窗 感觉没必要啊 没必要 而且还回头回到更远了 感觉没必要吧 你脚石大吧 这个算是 这边的门 现在如果能直接贴张的话 门是刚好开的 这不就属于 丢了西瓜丢了芝麻 两边都没剪 全丢了 不过现在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说法 他的传送快好了 门的话其实也快开了 他如果要去管的话 得直接传 直接传送过去 有没有机会 我说帮赌路 没了 那没了 回来 再了两个话 先赶魔术 看拉拉队员中场 进不进行破译 等一下进行破译的话 可以转头抓拉队员 是的 这里的话 东西已经就开蹲了 哎 这个点哈 马师没发现 但是想偷摸出来 被逮了 其实感觉这个点的话 他可以再蹲一下 没错 可以再蹲一下的 因为这位置 轻易发现不了 真没有人 一般人在躲在这个位置 再抽 我想去捕一下 你能抽到 手上三个魔术棒 还剩着呢 回速 加住点 第二个魔术棒 瞬间也好 因为已经吹了碎地了 是的 而且这个点的话 其实哈萨是没有稳 判断到波里索的一个位置 没错 第二个魔术棒可以再放 进版的机会 再下 在这辈子 比较小 不滑 是有机会 能拉刀 下来了 对 哎 这个刀 还剥了一点点 还剥一翻 那有一个转中场的机会了 不转的话就可以往右边板去继续签置 这块进三台密码机了呀 只能闪现开刀了 是的 可是你闪现开完刀之后 我还有一根魔术棒能够去卡你的营运 对 魔术棒直接放 哦 反身走 那么带这个挂剑魔术师 真的能给江湾者造成了好大的压力 是的 对 这个地方的话 你再用一个板弹 其实也是拉开了挺多的身位 对 对了板区 这个位置 有机会 卡这刀 但是密码机也已经进入到三台了 你把闪现吃了吗 该吃的技能都吃掉了 这把其实求生者那边还是带了两个圈的 你立不过来救的话 可以考虑让飞行家先过来救 搭过了位置 有点赶了呀 两个人是奔着一台的密码机啊 但卡三口的A面也是贴过来了 要不到立所这边 也只能好像往四号死了 往四号倒地 这样两个人都没有做事 哦 一波全停 直接到脸上 是的 一个无伤 无伤 只能导四号 卡的那盒要不直接去修一号密码机 就可以 导红塔了 直接拉走了 我想干扰 他把阿卡这边直接挂了一号去 但现在的话其实密码机还是压满开机会差一点点 就差一些 现在要逼大夫过来救人 大夫就要压满一点 反正也是辛苦的摇表 不要给到任何你拦截 我就不下来的机会 是的 现在做一淘汰的话 还有个15秒多 还能再拖 还能再拖 还能再拖一点 但密码机现在还是不够 你帮帮扛 要争的话 这把得帮帮扛一下 其实这把也有能够争的机会 但是剩下的就是多里苏 他的一个个人牵制了 因为魔术棒已经没有了 就看盖板了 这些板子能不能盖到 回速能看到刀吗 又又框到了 是的 那现在密码机插的不多 就差15% 反之10 第二板子只要往外围走 够了 插了刀就够了 够了够了 还有隔着块板子呢 但这个是个短板 还是能解析掉的 给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选择能绕到下一块板子去 没错 那哈加这边也是能有平均的机会 挂上魔术师能直接淘汰魔术师的 然后手里也有底牌 可以直接切传送 对 不过求生者那边 小门感觉也不怎么敢去直接点 对 小的还是新大蜜 地窖的话 其实就是在小门2号的这个地方 哦 找的是哈梅斯 那哈梅斯找到哪 队员还行啊 但是他手上有飞轮 门还没贴到 是的 直接选择先叫一个花球往前面的板去去转 如果玩一下一板一窗捏了这个花球 就会还有机会走地窖 对 主要他是有飞轮的 是的 这个飞轮也很关键 而且现在的话哈梅斯其实有一点点找丢了 哈梅斯他的一个身位 好 往这边看看到了 讲运但是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还还没有 试验你还没有 他没看到 那拉拉队员是可以直接有机会冲大门了 是的 看一下这波 那这波冲大门的话 其实这个表情 但是他手还在这里扰 那这个大门是有机会能走了 哎等一下 这个时候回头山还来得及 还是能刚好加入 还是想要去往前 但是大副也想出来继续帮 是 回表帮我扛刀 这一刀能扛到吗 哎呦 我扛了大副了 这三刀没刀 其实也能直接知道他们往哪走 好 先过来 想要去试一下大房 多里斯的先知 但这个点的话 多里斯是直接头都不回的 想要上二楼 是的 而且这个窗还是翻的 会比较稳定一些 正常翻窗 但是也只能绕着一圈 对 多里斯这把是只能带着双台 没有带飞轮的 没错 这里只能进板板了 呦 这里脚要不滑的话 感觉能拿得到啊 是 不过一脚滑的话 就给到一点机会了 到了四号 没有办法再进三房了 哦 我身边这直接来了一个换血刀 这个道理所的牵制空间就小了很多了 而且它小 它真是 你只要下一块板回去 先把那块板给带起来了 不跟你说那么多 这里的话可能要套鸟 要你交了 哇 还是很稳 就是不交 套鸟等你鸟掉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吃个闪的节奏 要掉了 鱼跟鱼 哎呀 刀器差了一点点 被逼得交了个闪 这节奏是哈密斯在旁边 可以并万千斤过来进行依旧 然后野人到时候再过来砍着进行二九 圆钉这个位置发挥不了作用 先起着第二台 等起了差不多的时候圆钉可以摸到锯 哎 这个钩 有点开玩笑了 还好 它把闪现吃出来了 但是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救啊 对 其实它如果这个时候 闪现没吃的话 更难受 就大概率是救不下来了 但是现在吃个双双加速 其实也是能够把 是 它还能踩双岛啊 它还能踩双岛 这个钩子其实交好了 都不至于能踩到双岛 就是因为你这个钩子 交失误了能踩到双岛 兼致还拉不走这鸟 还能再吃这一刀 再用双岛了 节奏是不够了 鸟吸出来了 给人还得过来救 还能再挂回去 把兵环又架住了 这把 然后吸在双岛的话 外面修机是只有一个圆顶 关键 牵到这里可以直接放着 哦 他还想把他挂上之后 让野人再过去救 对 我也是能够保证 你挂上的时候 野人能来一波无伤 没错 再弹一下野人 让野人的状态也没有办法满 等一下如果病患跟野人 哦呦 他想弹野人的双岛 还要去拿更多的节奏 但野人有个换检 唯一能够卡到头的时候 把他救下来 手里有鸟 这个鸟要看吗 鸟已经在看了 这鸟应该是要骄的 骄 刀也没打到 勾子也好了 还能再勾 勾进板区 不过你这么快一波的话 其实哈米斯 他也只是个二挂的病患 没错 你往外面转 他能不能有机会进吧 不太能进了 身份有点不太够 园丁那边该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完了 而且等你挂飞了病患之后 其实你底牌 差不多就可以切进了 是 选择去 对选择先把病患 挂到地下室去 园丁可能得稍微过来卡一下 因为野人倒的地方 其实比较近一些 直接先传送 想把先直接剪一掉 他就处结被返绕 抽到抽到了 那这样可以先淘汰先知 淘汰先知 再回到大房去管 野人这边的自愈 也已经交过了 变换手帐也没有道具 这两个人 其实三个都集中在大房的区域 是 哈夏这个打法 真的是好激进啊 攻击好强 而且他现在如果说 是能再能针对到变换 就能把变换给淘汰了 因为变换已经上挂两次了 还在排 其实已经很接近的 看到脚印了 但现在的话 就准备是一个白板牵制 直接击到 我打得真的好凶啊 他这个歌剧 攻击过满也是打了换血刀 人员一抽刀的话 也拿捏到对方心里 是的 现在剩下两个人的话 只有园丁是个满状态 其他米的野人是个半状态 而且场上还差一台密码机 哈子内科现在必须要藏 因为他如果再不藏 直接上来顶下你野人 卖人密码机 是肯定破译不完的 对 同时现在马上走 对 对 多藏一些时间也是时间吗 嗯 还在排 这个位置好像 刚好痛失 现在看到了 对 不得不起来了 主要是脑袋上 会有一个小红烈 你甚至还能抓卡子尼克 带一刀打到了盾上 这角落日边的板子 其实开局已经被玩了挺多的了 对 武智里直接拿到了野人一刀啊 有可能猪能被打下来 哎 这个猪其实就算上了猪要去拖 半台多也有点难 哦 差一点点 养花了一些 外边密码机还剩下55 这就是时间的赛跑 再打一刀 打空了 不过没关系 猪的时间是一刀了 现在可以牵着野人往中间去牵 现在要去追着跑一个 也是比较难一点了 连拖那种倒地进度条的机会都没多少 因为野人已经没自己了 他如果说是能把野人往中间去牵一下的话 那圆兵想摸都很难 嗯 那现在也判断到耳鸣了 判断到耳鸣 圆兵的位置已经被发现 手上也没有什么能有用的道具 再不抽 再不抽 再抽 生长了盾 那就大不了等 再一抽 这一次 就是为了跑一个 甚至要不就有平局 三个不要命 还先把一四人往中间那边去拉一下 然后本体再往路里吃这边靠 那不成干扰一下密码机 再干扰 只能先找一下飞行家了 找飞行家或者收拾杂技 看他们从他们身上找的机会 杂技位置也是比较远 先喷 喷到了吗 好像没能喷到 没喷到 反正还是个十九啊 他只要不看 你这是喷不满的 哎 反正能绕到吗 哎 绕到了 二十一 看这样总体来说清楚 哎 这里有一下 对 再喷到一下 入炼其实过来可以看一眼 过来看一眼 你如果再死抓打击的话 到时候可以给砸技反一波 想要去先把到房外面的入炼师 也给他寄生一波 没错 看两个人能不能就是说是相互碰个面 哎呦 飞轮再加上一波火球 入炼也是进了楼 应该是看到了吧 这个技能都敲了 那你后面要怎么去终结呢 但是入炼如果这一波他看到了 还能给砸技反 相当于你现在追的是一个带球的入炼 很难追了 一旦这个搭配打好了的话 那现在艾维就不太适合 接着去追这个砸技了 对因为他前期其实能终结掉他的机会 已经是错失了不少 没错 哎拿到这一刀 对拿完这一刀之后 其实他手上还有球的情况下 还能再牵制 再过来给入炼师去补一波 找入炼 想控场 但他觉得现在接着追杂技的话 那就是可能三台半走了 但我好奇的是入炼也没有看过杂技 不过现在跟剧情已经不太重要了 抓的反应就是一个入炼了 还没有办法进行附身 阿罗夫有点不知道该找谁的节奏了 找杂技吧 杂技现在手里也有火球 同时飞轮也快好了 那波闪天过去其实也没有拿到什么节奏 所以就导致太亏了 现在根本都去不上 究竟找杂技 刚刚有没有看到不知道 但是现在助恋一定是看到过杂技了 但是不想管杂技 还是想先破译 因为现在牵制的时间已经是够了 是的 而且这个灵鹫其实能载 就能留的话就留到开门 但会更加厉害一点 没错 密码机已经是近四台半了呀 这台吞声音好像还是多的那一台 嗯 这个牵制节奏 对于控场性的监管转进 是非常烈的 甚至很难提供了 大门那边密码机 我起了一台新 先让参加带走 我们一谈过户外 也是在谈到了进度这个圈里 涨到了66 再传过来 平时有了二接 100 拿了这一刀 可以再拿一刀 手流火球 等一下换飞机加过来 其实就行了 是的 而且密码机的话 其实进度也都在动 就差一个半台 好 看下能不能抓住一部开门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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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禁家要来吗 背禁家也是被附身 就强行修了 相同兵过来 入链在约练门给亚里 好像现在就是头颠修 你传回来的话 外边密码机 反正你也空不住 对 他们其实外围有起心机的话 两台进度都已经挺多 都80多了 是的 这里其实就可以直接亮 密码机压好了就直接亮 反正没有带魂返照 哎 闪现打到了墙上 但是基本没有 那密码机要压好了 你这不没有直接终结的话 不过还好 还好这个杂技带的是双弹加飞轮 是的 但你现在一字人 你大小门 你来得及空吗 大门那边的话 已经硬点点到了50了 傭兵这里的话就投铁 开门站流氓 也可以过去去点门 尤其记忆这个位置 还是不太好吧 最好他得先跑一跑 不能先把自己的灵鹫 被对方给逼出来 他其实也没有一个 特别舒服的终结能力 因为你看门上前 已经把这个闪性给他交了 想抢一波节奏 结果没抢到 他现在的话 你再击倒这个肉链师 他其实自己本身 有一个灵鹫还没用过 再潮过去 那傭兵这边 就可以直接去开门了 可以直接开 要投铁吧 投铁其实也行的 这台阳突然 还是不太想给机会 他们不着急 他们还想着就是说 看能不能有三人 去争个三跑 你飞行家留个道具 你是留不住的 入链这个位置 现在就看能不能藏起来了 反正你现在 接魂者二接 哦 还在 一波附身 小鼓来 一波喷 完成了百分之一百 大门已经开了 但傭兵没有道具 不太敢直接冲大门 傭兵现在是要藏 能藏住吗 再过去 小门看 其实他也还暂时 没有发现傭兵的位置 还在到处排一下 那你这个位置 再想看的话 已经来不住了呀 傭兵是绝对能走的 这个清晰度的话 哪怕能给他 结果跟跳 想逼守墓人 盾铲 吞化险为仪 这个阵容里面 还有个飞行家呀 对 而且这位救人会的话 因为守墓 他跟大副不一样 守墓还是能牵制一下鞍的 哈甲在赌 哈甲在赌 就是说你这边的化险为仪 只有守墓人一个人带 我只要在适当的节奏 把你解决了 你没有化险为仪 密码机 肯定是能让他爆平 对 不过这把的话 卡尊雷克的飞行家 也是多带了一手 化险为仪 对 这个化险为仪 很抱歉 而且这还是在脸上啊 对 而且现在的话 我吃刀 你要不就 你要不就把我打出来 要不你接着等 这里要硬拿刀 同时调酒已经过来了 这里就硬给刀了 给了刀之后 小调酒喝酒 对 酒开喝上 已经在等你的 OK 喝上了 喝上之后 还有个喝酒 下场的说法 你调酒剩下这个机会 自己还多调了一杯 只能杀调酒 他调酒的话我就回头了 我回头去木屋找哈梅斯 那没办法 你现在在面对守木人 他盾场出来就是一个马上开 是的 这也是一刀下去 这里可以去找哈梅斯 酒再一喝 你肯定是要顶这个仪行的 就看一下这个仪行 怎么去帮你 有飞轮的 飞轮预判 回头再丢磁铁 回头再丢磁铁 那巧巧这瓶酒也是能回上的 接下来就想要去换抓一下勘探员 诶 瓶瓶瓶出来磁铁了 那这样是可以拿刀了 对 这样的话就有刀了 而且这个点的话 因为勘探员刚刚是防车刀 把飞轮也交了 所以在移情过去 这个板子也被玩过了 有一个快速击倒着机会 但是他蹭了一个铁加速吧 剩命啊 你这边加速 铁加着打的话 也是想要去平地先看 有没有机会 那有机会交磁铁了 再一波回头 想拉断这波磁铁 怎么拉断 对 而且他机会跳的话还没交 所以这波跳过来 感觉还是有点机会的 是 这倒还能拿到 那平局点其实还是在的 因为他这边没有带回红反招 有点是 配合配合得很好 但是你这个天赋 有点难称三 第二原因还是没有带回红反招 先盾卡下去 给了还没吃一个生锯 这猫咬得到吗 还刚好咬到了 想打多一刀 没能打成 再给个化险为一 有机会啊 有机会能打三人 三跑的 现在就是飞行加莱救是最好的 只要是飞行加莱救 然后给过化险为一 化险为一直接亮 让堪能员倒在大方角 被人家利用自己的玄机背包啊 或者说等配方直接出越来门 那还是让什么人来救啊 看起来没把地鞋子就马上就要压好了 那阿甲就可以打针队 看这一刀能不能打针队打成功了 针队打成功之后什么人也跑不了 打针队 我们被人交出血 我们被人交出血 当之的话你拉猫回来 要不就直接亮 要不就直接亮 反正是没有回光阀照的 也在前面其实也放过磁铁了 所以这个地方感觉还是能稳住 那可以准备亮 我已经亮完了 开开门了 哦再一刀 还是击倒了 什么人已经拉点拉的很远 说不好啊地窖好像也不是在小木窝 地窖是在小木窝 而且门的话已经开完了 喜拉米剩这个机会是直接往地窖那边去赶 那还是能三的 不好意思留一点马太可看不到 但是也是 中间感觉是看到了吧 直接原地蹲吗 这原地蹲有点太理想化了 我感觉是看到了 你那么大一个弯过来我都看到了 这密码机还没碰第一刀先拿了 看能源现在是有点难牵制了 同志想空这边还是个地下室 这开局的话其实他手上就一个字点 现在就卡住 卡住放个平行镜其实就行 再卡 就让他把这个字点直接吸了 对反正我该吃的我就吃了就好了 反正我下一步还是镜像就能秒 哎这个位置好像不太一定 对 镜像不太舒服了 对 因为他的话可能是觉得 这个人会进入 嗯 他这个人应该是蛇掉了 看一下闪现吧 反正看的人 还有个飞轮 我直接投 直接过 天哪 直接过的话就闪现到了 平地给飞轮逼了 这波亏大发了 他是认为你江湾者可能会投 就是会抽一下刀 所以说直接绕到另外一个板渠 因为在那个板渠的话 你万一A闪的话 视野是看不到的 是的 大家红夫人真的好投铁 太投铁了 这玩的是红夫人 是红蝶呀 应该是红蝶一些后一刃 那这节奏上也是不够的 要卡万就 对来之后 让看待员自己进行牵制 等一下拥兵 看要不要自己摸到剧吧 没有太大必要 就是说直接找心理要移情的 看自己要不要先去四个月摸到剧 万一要摸出来真的话 还能省一下自己的移情 这个地方也是拿到刀了 那你还是只能倒回到我们角落里面去 想把游民先移满 反正这把刀本身也是只带了一手化险为一 而且其实你看待挂飞了之后 外面你这个移情过的心理 外加一个昆虫 都不太能去牵制阿拉夫的红夫人 没错 第二部通知也是通知的到是心理 心理这个状态到时候你在开门站 就说是个白板嘛 但你现在还是就需要等一下救下来 需要第二个人去撑的 游民救下来 小宝一波推 差点又去擦了 但你现在的话 傭兵得去帮忙把这个镜像给他扛下来才可以 就可以扛一刀吗 扛刀破个时间 对但是不能扛平地刀 得去扛一个镜像刀 输意才能更高 更高 快点想夹一下 能打到双刀吗 没能打到 交飞轮 这里还能再牵制一下 在手上又没磁铁又没飞轮 下一个镜像可能也拖不住了 拖不住 马上闪现也要好了 一马去根本不够 这样的话肯定是交镜像优先于交这个闪了 如果就在打发镜像空了的话 也是直接拿着闪现力度了 那你提前先淘汰了一个看看 你后手心里跟昆虫怎么办呢 他这把只要保平就行 我现在再看这个想三的点 想三的点的话 要抓心里 抓心里 然后把它挂到月亮门 控住遗产机的月亮门 想三的话 得要找到这个昆虫跟心里的其中一个开门站 迅速击倒 然后再去落地秒另一个才行 对 他们现在这两个人肯定是不会轻易出来的 现在比较平 需要开门站有所作为了 远距离头镜像还是有点难拿刀的 太需要预判了 这外围其实也是有在开心机了 看到心里了 心里这个位置 还是回头是岸了 再往前走两步 阿伦虎就会直接出来开始拿他刀了 对 悄悄的 哎呦 这一刀 这么准 那他可以过去先把佣兵挂了 佣兵挂了挂到中间 是的 而且这样子打的话 你开门站佣兵就没有一个满状态 你三抓的面又多了一点 是 不过同时也是挂在大门废墟里面 这个点的话 解放了中场的高椅的连台一下 现在就是来打针对了 看能不能先打到佣兵的针对 下椅子这一刀已经要打到他身上了 这样的话 佣兵就在开门站不是流氓了 也是可以进行处理的 先打佣兵 看能不能打佣兵 这波虫群直接人 肉身直接堵住位置啊 对 想要先往前走 本来现在的话 他们也要找一个比较适合的时机去盖 而且手上有两个户外 多了一个容错 先谈户外 那准备开来了 拉开身具 不给闪现身位 看这个镜子能不能直接把心理抬走 你说到吗 有个障碍物挡住了 想闪现 对不对 接着的话 我们还是要去交这个闪现心 要交闪了 哎呀 好人 但这是个板 还是没有太大的博弈空间 门能开 这波飞轮意义就是门能开 一定是能开的 这只能是多拖一点时间 然后再往那边挂 我还好是这波飞轮躲掉这一道 如果飞轮没躲掉这一道 正常闪现击倒挂上椅子 可能还差五秒 一波镜像抬到门口 猫决先拉猫过去 我去的方向是刚刚卡兹内口在的一个方向 没错 那只要卡兹内口 不太应该 应该是只是想赶个赶他的位置 右边是道理素 看到左边脚印了 我有针对卡兹内口有想法 直接拉球了呀第一波就 第一波直接先拉球是规避掉这只猫 对甚至是一波小球啊 对因为他身位其实只差一点点 而且现在的话你还能跟他玩这个高低差 你还能先跳下去 连五分之一的球量都不到 再放一只猫他还可以再拉波球 只要你咬不到就行 对而且他又只拉了一点点 觉得自己能进点 所以拉的一个球是比较省一些的 真想着抓一波前碰吧 被逼的又拉了波四分之一 这波球还要再拉 但就叫一行了 拉完了 但是因为身上有猫 所以一心过来还是稳定能够拿到刀的 但其实这个点的话 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太好 去继续牵制下去了 对 刚的球用着其实也有点多了 对只能有人帮才能再溜一会儿 他们死过来了 但是你这个点的话还是要倒 虽然是进入到了减速八音盒的点位 你先踩盒 一定要先踩盒 啊不先踩盒 那你这个也太小巧 难不成你想拿他刷电 那你这刀都出不了啊 这个点的话因为有个减速八音盒在 前锋又是个快交户 还能跟你去玩一会儿 为什么不先踩盒呢 而且他这盒子也没放到板子处啊 对啊 可能他下意识地觉得 盒子就在板子底下 所以他得先处理这个板子 可是先踩板子再踩盒也行 你这古董伤就不太好操作 等一只猫再把古董伤给他炸了也行 或者说直接牵 现在再追古董 其实前面还有一个得出发一会儿 好像只打到了一步 就还能拿到一刀 白白密尔姬也是差不多有 快进三排了 然后两个人不状态 前锋马上被补好了 前锋补好之后可以先摸箱子 再跳下去之后 就能跟你去绕一下这个楼梯 猫是上身了 你板子该下的话还是能够下到 然后再补一波跳 再补一波跳 你就是有了二阶了 但你这时候才完成了第一波 人上路话 话几次 卡兹那口这边没有选择金帽道具啊 而且卡兹那口这部位是顶着一个通机 本来想在这里敲秘秘的 看一下你排的一个方向 我有机会去不上机 我一下 他这个范围是能打上A1A的 但 直接打了 他在专门回去 来得及 他有迷信还能回去 打个红星车吧 打到了卡兹那口 这个密码机也踏不太行 密码机也冲了一个四台多去了 这话想没一下铺的时间也差不多够 而且你等到哈曼斯去倒地 再把它挂完之后 其中有一台密码机是能够解放出来的 卡兹那口只要自起了之后再去补就好了 刀烈所的密码机现在已经是91了 看能不能修完 这猫可能得炸 炸炸吗 那行2米的话其实也是赶过来了 你想逼他就刀烈所可以变身啊 硬蹭 这刀给就给了 然后再拖时间 对 已经已经80的密码机了 只要硬拖鞋就行 现在已经起来了卡兹那口你可以两个人都过来 没错 两个人都过来 然后一起就一直一直 一直去砍 呃敌救了 没事救了野心 是再不救的话 这椅子可能眼睛看到他挂飞了 是的密码机是直接已经亮起 而且你这样的那个地方是在大房里面 你散门的距离也很近 你救完人在灯门旁边 你灯门已经有人在点门了 CN的位置是不是有点太近了 没有提前跑啊 CN这个跳 呃这个空刀 哎呦还好晕到了 为什么要跳的 这里是花里胡哨的 让他折了几次 但还是那个问题 为什么要跳的 对 快跑吧 多里素 而且这个密码机开的也不是很好 为什么要跟古董商一起贴的这么近呢 就让古董商在角落一倒 门从那边一贴 三个人起门 其实就能完成三跑啊 等一下一爆点 哈梅感觉就可以撤退了 但是还是想要去让哈梅斯再救一波 可能这里爆的不是很及时啊 还好是救下来 但是哈梅斯上挂飞 可以转头抓你了呀 甚至移行可以直接用到他身上 还想省一下移行 这个点的话 其实你是牵制不起来 无女起来的一个进度的哦 这个 不是为什么要应救啊 这里其实可以差不多了 一爆点回去你就可以走了呀 有点贪了吧 他觉得监管者不会回来守 想来一波无伤涛 并且两个人能分散拉开 但没太大可能啊 也算一下时间 这个移行也好了呀 对 而且这样子的话 反而是给到监管者 接过去赶了 没错 有限期还是要找古董商的 找古董商能不能被反扰到 对 不过中场这里的话 其实陆户也可以顺路封下 最人位的木马机 是 把陆户还是往旁边看一眼 因为在那个场点完的话 拉下是真挺难受的 拉上喷不了多少 嗯 它因为绕的都是一些高强体的模型 是 所以你到现在进了二楼 这个点击时也还是上不了了 是打算绕个圈去翻窗吧 应该是想要去翻窗 就正常翻 这样的话拉上只能上一点点 哎呦呦 甚至云门 只可以上到了8% 是的 然后再从里面去堵它 接着拉嘛 这个点位的话就一直绕这个长窗 但可惜的一点是 它不是带着双弹 带着双弹的话拉上是会更难受 因为一直知道 其实拉点进拉的是挺安全的 没错 这里一直看 佣兵给的拉给的有点多了呀 再回头找的话 其实它也不怎么能找到 互动上的节奏了 是 要用移型了 但机械师也不敢修了 知道你江湾者的意图是什么 不过两个护案都已经完了 现在拉的话已经93 三个护案全交 这个护案被逼的有点多了吧 但是也不怎么想继续追了 选择去大黄找一下机械师 我接着那边是提前撤了 上了二楼 底下则是娃 这个地方光追一个娃吧 虽然你能拿到存在盖 但你开不了一阶啊 那只能接着抓这个机械师了 想钓鱼吗 想钓佣兵的鱼 看佣兵在看 骗骗鸡了 谁已经到脸上 对 再过来的话 确实已经是找到了这个佣兵 不过其实外围的太秀 是已经差不多了 这节奏也已经耽误了很多很多了 我觉得这把的话 阿勒普是打的有 比较 有点犹豫 是 两秒佣兵 但是你就算秒了佣兵 场上骗鸡也是进三台了 佣兵将来只要不倒地下室其实就行 因为化险唯一 他并没有吞掉 并换这边还带了个化险唯一 也是 已经是定住了 然后可以再去封一下 不干扰 只要不干扰胡董山就行了 不干扰胡董山 然后并换过来进行医救 再也让佣兵带到更远 这波化险唯一 可以让他直接往角落地窖的位置到 这本身因为他是带的底牌碗流 全面拿刀拿的又不多 现在都开不出来二阶 能正常救下来吗 没有二阶 救下来了 但是并换是帮了一刀 那你古董山其实还在旁边 没错 直接倒走啊 我倒的这位置 并换的密码机 这台是遗产 但有可能就不要了 我古董山想要过来欧逼 不想让他顺便上椅 再拖一些时间 那你这把刀发现身位 不是特别好欧逼啊 这个位置一干扰 能干扰两台 那就帮忙扛 扛到了 有二阶 还是需要再拉远 游民现在这刀吃了也就吃了 找的位置远一点 让古董山这边拖 拖到中场限量 一定要是中场限量 然后机械师那边密码机去押击 但其实密码机两台都已经差不多了 等到游民游民过的时候 密码机押好了 中场一定是要限量的 否则中场一直被押 到时候密码机开着也不会很舒服 下的时候再过来救人 现在是换机械师来 古董山去贴最后的一台密码机 病患准备贴门 其实就够了 哦病患还想要打 他怕他把机械师救不下来 所以两个人要来一起救 好问 把这一刀 让病患来救 机械师可以直接走了 你这开门站的话 可能就更加偏向于一个平局了 可以喷满 得一喷 回宫反正要亮起来 这位置还是要倒地的 没有太大的牵制空间 不过他现在要拖的就是门 没错 已经碰到84了 还要再拖 直接牵制传送 肯定想先挂 只要他挂了门的时间 肯定是开不完的 已经都撤了 要选远处门吗 先过来自己抬一下吧 如果不行的话 也选择到散门去 在散门落地的话 其实几个人都有一个 稍微安全点的身位 对 能平 但是没有三的面 对 不过前面 狮子斗里面 还有个地窖 能定到的话 就没说法了 没有成的面了 这个 想要去试试炸鸡吗 想要去试一下游戏 但你开局的话 其实不算一个特别好的追击目标 而且就往外围 我机械师需要快一点 是 机械师把娃娃直接放到的大船方向 在大船二楼 那杂鸡就不能就是说往 娃娃那边去带了 放一个火球 火球直接放了封路 反走 再跟跳 哎呀这里会套输了 这不如果没有撞墙 第一刀能拿到的 对 第一刀很快 没靠板弹 板弹在拉点 不还好 哎呦 这刀也没抽到 其实这个模型比较短 这里有机会拿刀的 是的 这个球也要被逼了 不过这个球 你征不征的 好像都是能拿到的 但是 好像跳歪了 但是如果你这么跳 就拿不到刀了呀 还是有机会能晕 但是是一个盖板晕了呀 裂开 盖到我头都没了 球里的球又缓出来一颗 外面有机械师的情况下 已经牵制的有点久了 甚至第一刀拿的太慢了 是的 这一刀哎 哎呀你哎 要又失误了 我的心脏我脸不太好 这个血压有点上来了 我 这个机械师全速修机 你真的假的 这是最后一颗火球了 火球如果能再飞一只猫 没扔出来 那这样的节奏也已经有三台半了呀 对别急呀阿乐福 我这个机械师 要过来接了呀 M口的骨董商已经绕来木屋了 大骨董商想要过来打波配合 你走过来就是一个点刺 再来一个掃尸 猫又飞掉了 直接接了两个机关枪 对这个机关枪打得太好了 再不沉没 好像把骨董商也沉不住了 但是已经三台半了呀 不错 这个三台半 借石的娃 就一直进行破一心就行了 借石的娃 已经是60多了 小木也是一直在破一 只能是挂到小木那边方向干扰小木了 位置有点远啊 还有点倒霉 小木窗前没有刷椅子 借石就在脸上 借石好像还能甚至无伤救 不错 华下尾仪还省下来了 这里省的是一个开门战 如果满状态 还能给你来开个圈的话就不一样 今天杂鸡手里还有球啊 他有点急了这把 这球 这球可以就不用了 等一下换下尾仪救下来之后 让杂鸡靠着这一颗球 在开门战多撑一会时间 然后直接去想办法完成三跑 再扔球 哇 又躲掉了一只猫 这回来扔猫还能去呢 这球丢得不一样 往中场挂吧 要往船尾挂吗 往船尾挂 求人者其实是最能接受的 因为你不是传送 你只是个遗形 到时候小门直接 贴 然后剩下人直接走迪轿 也拦不住 这个上下点 其实开门战 就没有太多的一个能力了 只能说在开门战 你先淘汰一个 如果是传送的话 他还能挂到船尾 但是你这是个遗形 你的极限距离 你是到不了这个小门的 现在就直接开 你杂鸡击倒了 你还敢管吗 只能先杀机械 还想去先找一下 sorry 但不然的话 直接击倒机械 这步还是舒服的 而且杂鸡的点位 他肯定是不敢点大门 然后会被架在去双十一的路上 但问题点还在 佣兵的化险V1还有的 是的 所以他是选择 先往杂技那边再去牵一下 现在耳鸣已经起了 佣兵要出来 刚刚这颗白球 如果说现在还能省的话 这只猫其实极大可能是要被废掉的 还是能摊 要摊吗 大门可以来点 只不过 佣兵已经跑了 要跑吗 跑平吗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绕了一下就回来了 还是想摊一下 试试 我觉得吧 让佣兵来 其实挺好 但现在的话 因为杰鸡是当面交了自己 我就可以把你一抖 我不一定要挂呀 八双十一就可以 或者是我不一定要挂 反正你大门还没连过吗 八双十一是没有地窖的 看着 哎 看到古董伤了 想把古董伤解决掉 这只猫一旦咬中的话 古董伤也确实跑不了 回头想躲 但猫没咬中 又回头点刺 飞轮 点刺空了 早是这边 竟然打到空气上 但也保住了自己的命 这边也是 想要去佣兵摸一下 没自己的机械师 我感觉求生者现在是 想憨 又怕 对 但其实阿拉夫他本身 剩的一个挽留时间不多了 看一下这里 三秒的挽留 打到了佣兵一刀 打的也是实在太亏了 忽然没能交出出来 再回来想要去找一下 这个机械师 但你现在古董伤 自身难保啊 电视还是没能起来 你大门就没点过 这个位置拿一刀 机械师起不来的 他还得再弹 先把古董伤击倒了 这一局是有机会 能三抓的 三抓的面是有了 把古董伤击倒了 之后回去 要不先 可以先挂古董伤 对那边还有 华是当时在大船剩下的一点 没错 全村的希望 全全湖景村唯一的活人 等一下 你要挂这里吗 机械师这个娃来得及吗 机械师娃要空了 还不空 这时候再空晚了呀 但这个时候 如果你再牵一下 是sorry 他是已经 碰不到这个娃了 再往佣兵倒的那边去牵 还是能拼 只要他娃能贴到门就能拼 只要他娃能贴到门就能拼 他娃只要能贴到门就能拼 先想排一下傭兵的位置 看一下娃 电量还够 直接贴门就行了 把古董伤就来了 他优兵其实就可以准备走大门了 他可能觉得优兵起来之后优先会去走小门 所以是先往小门靠了一下 不过手上也没技能 所以大门点子还是比较稳健的 并且没有挽球了吧 这个娃娃真的是全村的希望 没有这个娃 这个家都得散 OK那最终也是大门点开古董商出门了 来了来了 还是要去找一下心底 这个点的话哈梅斯是选择了直接去外围拉点 哈萨还在封木屋 他都已经到快到甲板底了 海边是刷了密码机的 然后中场是没刷 对这个板子先给他封一下 但是另一块是已经提前下过了 那就可以转传下300 密码机分布其实还能接受 因为这样干扰的 你去死也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坤一密码机还能追 从姐吗 博下盖到一个头 我都很问啊 那直接上了大船 对而且这个点的话 因为大船前期是 去选择的时候是选了一个祭司吗 他以为心里是他后边吗 没看到 但这样的话也还能接受吧 因为这把密码机其实 不算掉得很快 闪现也快好了 他一直在看 是在看祭司的辈子 把祭司直接出来 或者说是想摊一下祭司 但上面已经有个电梯 狗子还在 这把狗子在一交 直接交闪 那交闪完之后 其实心里也是可以进船 然后跟你去玩一个高地下 看你要不要提前先布置一下 就给你绕圈吗 假如说大船这边真有个地下室的话 心里也完全可以直接倒到地下室 就压满不救了 直接选择的直接下楼梯 没错 能勾到吗 没勾到 甚至还不勾了 就通掉了 通掉了 你这个签置时间就有点被拖起来了 这个窗还是能够稳定翻的 没错 这次的窗户应该是盘不了的 只能进版 是的 但进版的话是被勾出来了 直接击倒 密码机是不到三台两台半左右 然后傭兵挂在海边 可以压满旧 这个节奏上的话是可以压满旧的 但没必要卡半 看给不给身位吧 如果你要给机会的话 那我肯定就选择无伤过来卡半一波 还是被骗了 佣兵过来想就 直接复弯过来 但是有点早吧 可能也是想要去贪无伤 但是没贪到 他想要出勾的 一定是要逼佣兵 但是他想要打真摄 能够到真摄吗 没够到让佣兵无伤了 甚至还打到心里 那心里直接往大船冲就行了 亏炸了 佣兵是正常卡半 甚至还保证自己是无伤 是 这波手已是什么都没捞着 而且 你这样博弈的话 博弈来博弈去 其实佣兵也不是秒救了 虽然说来得比较早 不如就是说 我勾过来 拿你的佣兵一刀 比你佣兵过早去救人 这样的自己的节奏 说不一定还能有个多刷面 现在心里已经上外挂了密码机 差最后一台新机 心里不会去钻大洞的 因为心里只要钻大洞 他又会影响到队友的密码机 他只要导到一个船尾 导到一个角落 大波直接不救 那么密码机 其实就剩下 最后的半台了 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大船还架了个佣兵 所以哈萨这边 你只能等心里先挂飞 然后再去外围找节奏 没错 大船密码机是一定要管的 你如果不管 那等一下佣兵也就可以直接起大船 接过来是看到了 喜拉米的佣兵 但是最后一台新机 已经在起了 这个位置能打到闪现都一样好 你没有去 有窗口这边翻 哎呦 闪现还打到 可以认识了 你是真敢翻啊 这个闪现其实就算打了 收益性也并没有那么大 对 不过对优秘来说 你其实 你就不加户外 我们能吃个狗 吃一刀 也还能再绕两圈 这个底牌可以切了 这个底牌可以直接切身传送 对 切身传送会更好 然后现在是要拖时间 一勾一勾的去勾 是的 要不等一分 等你挂完佣兵在大门的时候 其实密码机已经压好了 加上你刚刚是闪现击倒的佣兵 这台门站现在技能其实也没有了 甚至还摇下来了 摇下来 要不钻个大洞 没有选择 还是选择了 直接亮 但直接亮完了 没关系 还是平了呀 因为你拦不住 等会儿卡兹尼古这边好像是残到夹 也拦不住 但是也没所谓 因为他刚刚在大传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闪金给他交了 交完之后 你现在只能靠这个勾 慢慢勾过去了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因为你手上现在没有技能 卡兹尼古现在加二一波 玄庭两个分击背包 你也拦不住的 是的 根本了 你直接飞过去 一会儿等到多里斯 点完门 还能帮你去打一个 蜕蛛洞 看没有机会 来了 那也是快要到门了 是 这一局也是没有悬念 也是让我们恭喜Zeta 赢下了这场比赛 是的 恭喜Zeta也是完成了 属于他们那个 IGL赛区的五连贯 这个五连贯 我的天哪 今天他们打比赛 打得也太好了 今天主要是他们前期的时候 其实是拿到了两个 比赛